文化很有事 真的很有事 我是周明萱 我们一起来搞事 欢迎光临文化夜走会 我是安一心 我是腾爱 我们的首播日今天是2月6号 再一个礼拜不到 就过年了耶 恭喜恭喜 对媳妇而言 没什么好恭喜的 今天可能很多人在大扫除呢 我们要一直说我们是做女儿的 对我们是做女儿的 所以是很高兴 不过呢快要过年前 总是会有某种很兴奋的心情 在办年货啦 不过还是要记得注意防疫哦 所以先来进我们第一个单元 文化很有事 今天的文化很有事 今天的首播日是在2月6号 在2月6号有什么故事呢 2月6号这一天啊 我们要来到 我想先问一下安心 你觉得世界上让你觉得最酷 或者是最厉害 或者是最贵的车 是什么车啊 宾利啊 艾快努密欧啊 奥斯特马亭啊 好多 路上跑 路上如果看到要离他远一点 怕不小心刮到 我其实对车没研究 但是从小大家除了就是像 宾士边W之外 我常常都会听到一个名称 叫劳斯莱斯 哇这个不是鬼 它是尊荣的象征 它是尊荣的象征 我们今天他就要讲到 劳斯莱斯 他车头的那个飞天女生 啊他那个标志 对他那个标志 在这个1911年的2月6号这一天啊 这个标志他诞生了 嗯 在这一天 哦 一开始他不是跟这台车一起出生的 他没有耶 他就是这个飞天女神 他首度就在这个跟大家亮相 只是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叫飞天女神 为什么要用飞天 因为他有翅膀啊 因为我飞天女神 我都会想到那个佛家 那个要飞天 敦煌的飞天 对对对对 好啦 就是其实飞天女神真的很有趣耶 他其实 因为刚刚爱心提到尊容嘛 对啊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在塑造那个飞天女神的时候 其实材质都不一样 哦 有金的有铜的 嗯 还有会发光的 那那个 我知道 因为最近一次劳斯莱斯的新闻 就是他们那个飞天女神logo会发光 嗯 只有被欧盟禁止 嗯 他说你这个会造成光还不可以 哇哦 OK 蛮好笑的 但是我也有看到就是说 因为金色对不对 那你知道有钱人啊 反正就这么尊贵了 他就在这个飞天女神的这边 设一个机关 哦 然后当他要停车的时候呢 他就机关就会让那个金色的飞天女神 把他藏起来 怕被偷走 是的 哦 我也有听过一个说法 他是设那个机关 主要是害怕如果真的发生车祸的话 那个太刺了嘛 会刚好把人家里撞到怎么样 所以会收 会收 对 能来如此 不过飞天女神也有很有趣的故事 嗯 就是说他们当时这个 嗯 他们劳斯莱斯的设计师要做这个飞天女神的时候 最早这个飞天女神其实是一个 嗯 一个小秘密 一个秘密的恋情 哎呦 地下恋情 是什么故事 设计师的好朋友啊 他其实也是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叫卡尔的卡尔杂志的一个总编辑 那他就跟他的小秘书啊 其实就有 嗯 他们就爱得轰轰烈烈啊 布伦烈 对对对 然后这个 他的这个设计师呢 其实也觉得 哎呀 把他这个故事记录下来 嗯 所以就做了一个女生 就这样子 噓 对对对 就是表示 噓 只放在嘴唇前面 噓 对 就是不能说的秘密 然后后来 因为劳斯莱斯有找到他 就想说 嗯 他还是想要把 因为他觉得 他可能觉得他那个作品 太美了 他太喜欢 所以就在把这个 这个女生的这个形象 就做成了飞天女生 嗯 不过当时的这个秘密啊 因为这个呃 编辑的原配 都知道他跟劳秘书的爱情 然后呢 还就让他们说 OK吧 你们要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好大方哦 是不是很大方 对啊 但是总是悲剧就是悲剧 嗯 他们两个有一次 就是坐船 然后在一次世界大战 刚好那时候 是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他们的船 就被德国的鱼雷 咻 噓 对 然后女生就沉入了海底 噢 但是就活下来了 虽然好不容易修成正果 可是命运弄人啊 所以 有一个 飞天女神的秘密 可是他现在就是变成 劳斯莱斯的一个 精神标志 精神标志 对啊 也是一种尊荣的象征 如果你的车上挂着一个 飞天女神 我相信很多人会瞄你一眼 哇 好尊荣 对 那另外在2月6号呢 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 艺术家的 呃 逝世纪念日 1983年的2月6号啊 其实大家都听过这个人叫李梅树 嗯 李梅树老师前辈 他在这一天就是离世了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李梅树老师 其实 呃 因为大家有没有去看之前才这个这个这个北师美术馆一个不朽的青春文有介绍过 然后其实在里面会看到的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在里面会看到沉沉坡啊 陈静啊 李石桥啊 李石桥啊 这些人的画作 这些在台湾当时在19这个190年代的这个初年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台湾美术老师 那这个李梅树因为他是在三峡出生的 那他的一个毕生他就画了很多的画 他也做了建筑 那我们今天要分两块来讲 他的那些画因为他现在在李梅树博物馆 嗯 其实是他的这个孩子在帮忙做金银 嗯 你如果去看那个画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你在看这个啊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就倚着窗 倚着窗 很优雅 然后好美哦 这个时候主角就会从旁边出来 嗯 那个女生不是主角 那女生是主角 画中的主角 他就会从现实生活中 哦 出现在你的旁边跟你说哈喽 他一定是画一个真人 嗯 然后在展出的时候 真人就出来吓你 倒也不是吓 因为李梅树他很有趣 他画的人物啊 都是他生活中的人 哦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他的老婆 他的媳妇 所以呢 他们他等于是从他的小孩画到大 然后还有他的媳妇 邪师派的 对邪师派的 然后他也画了很多三峡的风景 所以当时你如果去看很多画 比如说在这个西边西府 你就看到三峡河的那个光影 哦 非常的迷人 但李梅树他其实更有名的是他 盖庙 他盖庙 对 因为他为什么要盖庙 盖庙好像当表公 其实不是 因为他对于这个艺术这件事情 非常的坚持 嗯 那他又是三峡人 他又信奉的是祖师 这个清水祖师 所以加起来就是 三峡的清水祖师爷庙 清水祖师爷庙 那清水祖师爷庙 其实日本人非常喜欢来朝圣 他们称呼这一栋 叫东方的艺术殿堂 哇 他的厉害在于说 嗯 其实李梅树就是一个画家 也是一个艺术家 对 他对于这个庙 有非常多的坚持 包括说你如果 静南廟的来 可以看到这个 清水祖师 这个爷 他的头顶上的 这个斗拱跟枣井 全部都是用木头 然后一层一层弄出来 而且没有任何的钉子 非常的厉害 然后你看周边的话 他也是把这个 领域山啊 陈静啊 就当时这个画界的好朋友 邀请来 你要来帮我这个 这根本是台湾艺术 极大城的地方 极大城 极大城 非常多的匠师 然后就画了画作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个 呃 就是我们祖师庙上 对 对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 很有趣的故事 哇 所以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到三峡清水祖师爷庙 去朝圣一下 但是记得也要去 附近的李梅树纪念馆 去认识一下 这位台湾当代的艺术家 李梅树 他是在1983年的2月6号 这一天 呃 因为慢性阻塞肺炎 在台大医院逝世 他享受80岁 这是今天的文化很有事 欢迎回来文化夜总会 今天的名人来座台 我们请到了一个 其实啊 对于台湾人来讲 他是一个梦幻的勇士 因为没有多少人 可以向他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 要怎么来称呼他呢 来说他是极限登山家 好 我们先用极限登山家来称呼 好 钟翰 你好 大家好 李钟翰 钟翰好 什么叫极限啊 呃 极限哦 就是 你觉得极限的定义是什么 极限定义哦 他可以讲很多种 他就像 呃 你被 呃 你的身体会逼到一个 你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你会做出的反应 会做出的反应 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要后退 对 的选择吗 对对对 极限登山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 你知道我们可不是这个去 尹山啊 去扬名山草山去践行耶 散步啊 他不是 他是今天是要登这个百月 甚至于都是好几千 八千公尺以上的山峰 对 天哪 那个是多高的天神的事业 一开始是怎么样接触到登山的 呃 一开始会接触登山 其实是我舅舅 舅舅 对 我舅舅 我来到了台北 嗯 对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彰化鹿港 啊 彰化鹿港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爸 我妈妈是彰化鹿港人啊 嗯 对 那我爸爸是金门人 哦 金门 可是我在鹿港长大 在鹿港长大 那怎么会 跑这么远啊 鹿港很棒啊 你怎么会从鹿港又到了台北 对啊 因为我爸妈因为 因为我是隔代教养 就是我阿公阿嬷带大 然后我爸妈都在台北工作 对 那他们在台北赚了一些 就是在传统菜市场撒鸡的 对 然后有一些钱 然后就希望人究竟照顾我们 嗯 然后他就看到我 呃 呃 就想要照顾我们 然后就看到我成绩 其实很糟这样子 很需要被照顾 对 很需要被照顾 因为他们 老师也很想照顾你 他们会觉得 对啊 如果你来到台北 你要想办法进到这种 教育体制里面去啊 然后就看我可能跟不上 嗯 所以就刚好认识 哦 这种体制外教育 哦 对 体制外教育 对 体制外教育 体制外教育 现在其实在台湾还蛮多的 对 嗯 那你的那个时候的体制外教育 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训练 呃 他其实也没有训练啊 早期的体制外教育 其实是从410教改 从方文雄老师 是 就是带头这样子做 那我舅舅也是这样子认识黄老师 嗯 对 然后就早期 410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是坐在那种后面 然后在那边看他们开会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哈哈 他就在那边 因为我舅舅是成员 哦 哈哈哈哈 所以算是有门路啦 就是说当时 家学渊源 对当时知道觉得 我就是要让我这个后代 或是我家的孩子念这个 对 因为他要有勇气 第一代 因为所谓体制外的学校就是 他比较不像我们一般国中小学 只要升学主义为主 他就是有点 讲直接一点也放啦 嗯 然后让你接触各式各样的 兴趣去培养 对 或者是我们相信小孩子 或者是相信学生 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可以发展 嗯 而不是只有 就是考试啊 然后进入这种升学主义里面 这样子 因为刚刚安心有问说 那为什么会进入登山 对啊 然后呢 你又是在体制外 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对 你的年动是什么 这里没有登山课是不是 对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这样 就是我舅舅第一次带我爬山 几岁 在我12岁 好小喔 快要13岁的时候 等于是如果要就体制 就是国小毕业 对 六年之后 要国中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他就带我去爬玉山 因为他 12次爬玉山 对我就住他家 然后 然后他常常我每天都讲一大堆 他以前爬山的故事给我听 然后就觉得哇 好厉害喔 对然后说好好带我去爬山这样 对然后我第一次爬玉山 然后我就最矮 什么最小的啊 年纪最小 你有爬到排云山吗 我没有 台北上排到那里 大概在三十四公里到 五公里前 五公里那边有一个凉亭 嗯 对然后在前面大概四公里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就是不喜欢 那路很大 嗯 对然后我喜欢跳草丛 跳石 对对跳来跳去跳去 然后我就飞下去一个 一个悬崖 你最矮啊 对然后就站在一个 岩壁上面长出来的树上 哇 幸好有那一棵树 然后我的背包什么都会绑住这样子 好像卡 对不起 好像卡通哦 对啊 就我的背包卡在那个树上 对啊 你以为你是派山吗 对啊 你以为你是猴子 你那感觉就好像猴子擦擦 对啊 真的 所以很好笑 那是我第一次爬山 那不是大家都吓死了 呃 对 可是那时候是我走最后一个 啊 没有人发现你吗 对没有人发现我 然后我就会一直喊这样子 没有人发现吗 然后 可是我也没有很紧张啊 反正因为我知道我还活着啊 对啊 反正那时候比较 可能反应比较慢一点 所以比较强 那可能就是这样大神经 神经粗 所以即使第一次爬山就最矮 他还是继续爬哦 对啊 我也想过 诶 他好像又更加那个耶 对他更喜欢山 对更喜欢山 对啊 所以蛮有趣的 越爬越高这样子 越爬越高 那后来这件事 后来我就没有再往前了 嗯 因为我的表弟也累 就是我之后来 就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山屋那边等 我救救他们 对那 那后来我从这种体制外国小毕业 嗯 然后就进入这种体制外中学 对 就到全能中学 是 那我们全能中学那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课程 就是每年都要爬一座百岳 哦 对 原来有这个 而且是全校 全校一起去 规定的 对对对对 那是我们的核心课程 嗯 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啊 到底爬山对学生当作是什么 呃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认识户外 或者是我们接触 呃 任何的创作 其实都跟大自然有关 嗯 对 那我们回去大自然去做一些接触 那会开 开启你一些就是好奇也好 或者是你对于你爬山 像我们爬山是要背 就是背自己的东西 嗯 装备 对 然后还要自己煮 自己哦 煮饭吃 对 训练自己为自己的人生 生活负责 对就是 这是蛮重要的 那你要知道哦 我要去山里面 我要准备什么东西 那你要开始面对自己 可以做到 对 那这是 我觉得是 在我们做登山教育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哦 你越爬越爱 然后 越爱又越专业 呃 算是啦 我也没有说到很爱啦 其实我也蛮喜欢当宅男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么可能宅得下去啊 所以他 像那种天气很冷 我就很喜欢躲在被窝里面啊 所以他要不就宅在家里 要不就宅在山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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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因为我们回到 回到大自然是天性的 嗯 就是我们本来就从大自然来的 完全赞同 嗯 对啊 在大自然他 他就是有一股莫名疗愈你的力量 每一次再怎么累 就说我不要再来了 可是 莫名的你又会再跑 跑进山里去 没错 像我是不爬山的人 我真的有点难体会 所以也有很多的问题 像在爬山 我会觉得 很喘 好累 哈哈哈哈 看山怎么那么高啊 就是 爱心我跟你讲 我今天要跟这个钟翰 阿果嘛 聊爬山啊 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嗯 因为我们在讲爬山 枕头山也是一种 可是好像当我们是开玩笑 如果讲说真的 我们讲说 我要去山里 大部分都只是叫践行而已 我走几步 那叫爬山吗 慢慢散步 对 其实我们概念上 大概就这样 可是钟翰的爬山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因为 你真的就是到 除了台湾的百岳 你还要进 进 进进这个世界的 这个很高的这个山峰 嗯 那我想要先 再问问看 因为你的那个 全人教育里面 已经开始 给你山训了 对 然后把你带进了 大自然里 对 那你 你后来 你的那个人生 应该不是人生 就台湾的百岳 对 你完成了几座 然后你 你自己对百岳觉得 不够了 所以要再往外挑战 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样 有趣的是台湾 因为台湾的山很多 嗯 那我们很常 一般人都会 只知道百岳这件事情 对 光三千公尺的山 其实在台湾 就已经两百多座 对 对 他只是从这两百多座 里面挑一百座 对 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 对 那你光这种大大小小的 这种山头 大概有三千多座 所以你光要在台湾 对 台湾有三千多座 好多哦 对 所以光这种山头 其实太多了 你可能一辈子也爬不完 哦 真的哦 对 我还想问你爬了几座 哈哈哈哈 在台湾 单单台湾 当然台湾也有人爬完 哦 对很厉害哦 有人有盖下这个回忠 也没有盖下这个回忠 可是他们会看一些记录 就是那些前辈 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会看一些就是 一些故事啊 然后一些 历史记载 嗯 然后去找一些路 哦 那是才是我佩服的 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 对于台湾 很很喜爱 热爱 不小时候听到人家说 哎呀台湾的山 因为我们 我们也在所谓的体制内教育嘛 我们对于山对于海 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清静 对 我们也不知道要去清静 就知道要读书 嗯 那后来有一次就有一个长辈 跟我说 那个台湾的山脉 是占了台湾的三分之一 对 那你想台湾的三分之一 这个概念 哎 就多多 就大 对 对 就很讶异 对啊 对山的认识都好 好少 很少 然后后来再看一些那种 行脚的节目啊 我又觉得台湾的山好漂亮 对 然后后来就是 现在都会去像雪山 然后去看 或者是那个 每次都从雪山那边看南湖大山 嗯 我每次看了就会很痴迷 因为那个人线 人线的光又会让人家觉得 天哪 台湾怎么可以这么美 对啊 嗯 印象中最美的一幕是什么 最美的一幕哦 哇很多哎 怎么办 最美的哦 对台湾哦 在台湾哦 哇这很犹豫的 这样会引起那个 论争 不会啊 不用论争 我就是要之音 对 要抛出来 你先抛一个出啊 吸引大家我想去看 因为光台湾你光看日出 在不同的山头看日出 整个打在那个山壁上就 就已经很很美了 然后或者是你在 在在看 一时 要要选哦 不会是玉山 玉山也蛮不错的啦 只是 不敢说是玉山 不果神山耶 虽然玉山 对啊 玉山我已经去了很多次 大概不同的时间点 其实美这件事情 或者是最美这件事情 当然很多人会问 对 可是对我来说 我没有很喜欢把它 就是归类哪一个是最美 这样子 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觉得 哇 就是能在我脑海里这样子 我就很满足了 对对对 所以 我当然喜欢一些光线 打在领线上面的一些 影子啊 光影这样子 对 然后或者是 你在做一些 呃 森林的在山上做一些 探险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动物跑出来 哦 对 或者是你突然从一些 奇怪的杂草里面 然后 跑出一条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 就是一个一条 就是开阔的空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哇 很棒那样子 那种赞叹就下来了 刚中涵讲到 我们今天要讲登山 但是一直在讲他的生活经验 因为他刚刚讲到说 呃 在山里看到一个动物出来 我就想到 安心你记得 就前一阵子嘛 台湾不是下雪嘛 对 然后就有人是在哪一个山脉 就看到了 是是雕还是什么的小动物 他就在吃泡面 嗯 然后那个是大家都没有看到 然后因为路人就不知道 因为他觉得有点人为了 对 就去喂他吃泡面 对啊 就是大家对于山的动物看到就 是什么都很好奇 嗯 对啊 所以你现在有看到有那种动物啊 在吃 搬你家垃圾的状况吗 就是那种俗称的垃圾鸟 垃圾鸟 就是精益白美啊 就是那种山屋旁边都会有 都胖胖的 哈哈哈 那鸟怎么会这么胖 哈哈哈 因为有很多的处理 对啊 对啊 好那我们再讲回登山好了啦 因为登山想必一定是要先锻炼体力嘛 嗯 你也还要有很多的装备 光是体力 你到底要怎么样训练你自己啊 呃 他说呢 其实登山哦 你要学第一件事情叫做放弃 就是你要知道说 你到底到了哪一个极限的时候 你真的不行的 你要往回走了 对 是这样子吗 呃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可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 呃 当我们在山顶前 那个都还没有到一半 哦 对 因为你还要回去啊 对 你还要回去啊 其实你在这样 哈哈哈 你还要回去 对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没有一半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 呃 你在爬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知道 哦 我到底只是一半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台湾的文化 那感觉会很远耶 我要这样想的话 对 对对 所以台湾的文化里面 因为我们是在升学主义里面 嗯 所以然后会觉得 哇 我到底好像是到一个终点 对 然后在上面 哇 我超高的 对 然后或是 我继续 我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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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常常在路 在爬山的过程中 看人家快要到顶 然后就很挣扎 就是 乖乖乖乘一点了 我要用尽所有的力气 这样子 我说你讲这句话是真的吗 对 对 那些人现在在灯色 对讲都是渐行啊 应该不是 没有啦 就是 对我来说 大家要这样子赴死 也不是一个我可以拒绝的 就是我觉得那你可以决定没有问题 可是你确定 你这样子 你知道你只是走一半这件事情 不知道 对 因为大家只有看到那个顶 他根本想不到 还有回来的路 还有回来这件事 对对对 或者以为下坡很简单 对对对 所以这下坡才是最困难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下坡 因为本来 好我先问下坡这件事情 因为每一次啊 在看那些大家在登这个 不管是这个尼泊尔最高峰 就是那个圣母峰 还有那一些 每个都要挑战那个八千公尺以上 各个山岳的时候 我们都只注意到那个顶 然后就看到他爬的那个过程 像你们这个不管有氧无氧上去 都是哇 记录这个哦我上去了 这样一路沿着拍 可是通来 我都很少看到人家怎么是下山 你们到底是怎么下山的 是滑下去 因为上山就这样子啊 那你们是怎么下的 我很好奇耶 对 下山其实 因为下山 我们台湾 我们目前也只能走下山 对 对然后 有一些外国人他是滑雪下山 哦 对然后有些人是坐飞行傘下山 酷耶 对他就把飞行傘打开 好多种方法 对对对 像我们我们只能局限也就是慢慢走下山 那也是一样用原路 对原路来回 然后这样攀着到会走吗 没有啦 其实也不会到攀着到 有一些路段比较危险才需要 所以下山它其实是有各种的方法 有各种的体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专访到的是极限登山家 吕中翰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马上回来 现在要来点明明座台 所以今天是晚上来坐台 欢迎白来文化夜总会 我是汤耶 我是爱心 他是 阿果 极限登山家吕中翰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吕中翰 他好开朗哦 然后一直跟我们分享山上的风景 我们应该讲一下 他到底最厉害的地方在哪 对啊 你到底哪个地方最厉害 其实我的专业其实是做木工 嗯 哈哈哈哈 是木工期家的 极限登山家 因为我没读大学我就去做工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吕中翰 你知道登山界有几句话 像除了我刚刚讲说 什么爬山一开始是放弃之外 就是有一句话说 无人不是张元直 以及无人不是吕中翰 这两个人 在台湾啦 在台湾 在台湾 没有啦 就这两个他们已经有名到所有爬山的人 一定会知道他们的名号 那吕中翰阿果 他更厉害 他也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他是 无氧登上8000公尺以上 以上的高山 对 那这个无氧就代表着 他不需要氧气瓶可以爬到这么的高 嗯 那因为我是一个登山门外汉 我完全真的完全不懂登山 对 请问这个氧气瓶 他对登山者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无氧这么的了不起 呃 也没有到了不起啦 对 我觉得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啊 就是其实无氧他 因为我们8000公尺的地方 大概氧气是平地的三分之一 对可以想像 对所以我们这样吸一口 在那边要吸三口 三分之一啊 我无法想像 对 三分之一耶 很吸薄啊 对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尤其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需要氧气 对啊 对因为 我们身体 呃 所有的器官 肌肉 所有的细胞 现在都需要氧气在带动 你才有办法运作 所以当你已经 呃 你原本这样的氧气 你身体可以运作 嗯 可是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有一些 你的器官就会停下来 不工作 对啊 因为比方会不好睡 对不好睡 然后你可能胃 已经不再动了 嗯 嗯 不消化了 对不消化了 嗯 那你也可能不太会排便来尿 嗯嗯嗯嗯 哦 不会排便排尿 所以 整个在灯上的过程当中 其实排泄这件事情 呃 不会是你们的困扰 对不太会 哦 对 除非你吃坏肚子 哦 除非吃坏肚子 那比如说像飞行员嘛 嗯 他们在高空 因为他们做的训练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 还有抗拘力啊 什么 因为那个氧的关系 那像你们在山上 嗯 尤其是在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 这个氧的状态 你们怎么呼吸 对 就有点 如果不是氧气瓶的话 对 如果不是氧气瓶的话 你大概就会有点像是 你跑完的一个 冲刺 一百一百米的冲刺 然后就停在那边吸气这样子 所以会很痛苦 对会很惨 要一直这样 要一直 就要一直吸 而且你想想看哦 高山八千公尺以上 空气稀薄之外 温度也低 对 你吸进去的是冰冷 空气到你的肺里面 对对对 那你这么高强度的 一直在控制你的肺在呼吸的时候 他其实有可能会 用力过度 用力过度 其实对你的肺很少 对 对 对啊 那这样他下来 就是说 那也是一种 要叫植栽吗 就是他也会造成一些 对有可能会有一些损害 当回到平地的时候 对 然后或是你在脑部 很严重缺氧的时候 你可能会 少掉很多脑细胞 所以你为什么 会去挑战这件事啊 所以我原本已经很笨了 可能现在可能是很笨的 很笨 所以刚安心问说 你最厉害的是什么 其实好像 这很厉害耶 超强啊 因为我们一般人 可能没办法 那你的这个练习 当然是一直有在 全人教育的养成嘛 可是 你从这个台湾 然后进攻的这个世界 八千多公尺以上 嗯 这个 然后你现在要好好的呼吸 要能够 啊 保持这个 看怎么呼吸之外 你还要能够 好好的 不靠氧气瓶 在那边活着 对 然后可以像这样子 生龙活虎 你到底怎么做到啊 就是 就是可能 多烧一点脑细胞 然后你就会不知道 好生活 哈哈哈 你在爬的时候 在那个挑战 无氧登山 那个过程当中 你脑袋在想什么 当你身体已经很痛苦 很极限的时候 痛苦 你会痛苦吗 对 我想 会痛苦吗 呃 对很多人来说 应该是蛮痛苦 听了我都觉得很痛苦 是啊 可是对我来说 其实蛮好玩 好玩 对 你喜欢痛的感觉 呃 其实也不会到很痛啊 可是你会觉得很辛苦 对 对 那 你会知道 你一往上走 其实是离家越来越远 嗯 对 那你会知道 你每一步都要决定 呃 我是不是会过的那个limit 是 嗯 极限值 对 那你过那个值之后 你就是要对于你的人身负责 哦 每一步都在为自己负责 对 对 那 可是你会发现你能负责的好少 嗯 因为有克服的东西好多 对 山崩了怎么办 对 我负责 对哦 我要负责哦 我都把电脑跟是 啊 完了 山崩了 对 或一阵乌云来了 或者是一个什么天气断了 嗯 我为我自己负责啊 可是我还是面对了这一些 对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有得了 就是我已经决定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情 那当这有时候会有意外嘛 嗯 对那意外总是难免 对 你不管是在高山或是在平地都是一样 对 对所以你要很清楚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呃你不是在做一个愚蠢的事情 嗯 对那这个东西就要来自于你的成长背景的教育 哦 对啊这很重要 完全赞同 嗯 哇 那你在那个时候无仰啊登上的第一座山是哪一座 呃第一座山是G2 G2 对在2013年 哦 你登上去的那一瞬间 你脑袋在想什么 我丢定啊 没有耶 其实那件 那件事还是怎样 那那那那那那件事满有趣的 嗯 因为 呃我我因为这个会聊很久 在那我简单讲 好 其实我在顶上面的前十公尺我犹豫蛮久 嗯 为什么 要不要继续前进 对 对 我想反正我都已经到这里这十公尺有差吗 十公尺 干嘛不继续 十公尺在高山其实 对啊这这这有差吗 就是那我在想说 会不会如果如果我们像考试一样 如果考98分是不是比较厉害 很厉害啊 对啊因为你你知道你有两题是你故意要错的 哦 对或是故意不写的 是不是你比乱猜100分还来的厉害 对啊 这样讲是对的啊 你的逻辑是对的啊 对啊 那登山是这样说的吗 呃我那时候是这样想 就想 那这样子上去是不是比较不特别 嗯 对就觉得会不会有人都是到每一座八千公尺底下的十公尺 然后就不等顶 所以你想要装纪录 对啊 那时候来那时候第一次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 嗯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厉害 我觉得他好叛逆哦 因为因为一般 因为一般想去他一定会觉得我就是要拼那最后十公尺 拍那个照片 对可是那十公尺的变数其实很大 但是他不会去想去想变 我觉得那是人性 就是我都已经 其实十公尺也不过就十步啊 对有时候十步你要走十分钟 哦是哦 在高山上在八千公尺以上那个状态 对 哦那你放弃 因为我很好奇是你比如说你遇过几次像十公尺 或是说到一百公尺了 其实真的也就就不远了 依照我们一般人常人 我们走在平地一百公尺 除非我今天真的是重感冒 得流感 甚至于怎么样了 我就过不去 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 Easy啊 我就是过去 那你又想要去攀登 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一个尝试跟挑战 嗯 最后的那一个让你放 通常让人家放弃的理由会是什么 因为刚刚安心有说 上山就是要学会放弃 嗯 可是 我我我还 假设我还剩十公尺 嗯 我不能上去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我那个要被迫放弃的心情又是什么 嗯嗯 呃其实蛮有趣的 那一次 呃 我后来决定上去的原因是 因为我现在去的地方是台湾人都还没有去 对 对 所以我有一种 觉得我好像北 所以必须把这种探险的拼图给他拼起来 哦 而不能是有一点自私的说 哦 那我当然可以选择 哇 突然一种使命干嘛 为大局长 对啊 为台湾 当然 没有 这当然是一个先决 呃一个一个比较大的条件 那当然你自己还是会想上去 嗯 是 对 那你总是会想要看到 这后面是有什么东西 什么风景 对 对 那那个是你的好奇的驱动 哦 对 那我后来当然决定上去 嗯 对 那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啦 对 而不是一直想说自己 比较 就是比较自己的问题 这样子 对 那那 呃 那当然我也有好几次是 就是撤退嘛 嗯 就是我爬了八座 然后有三座撤退 那 天气状况吗 呃 有一座是天气跟 当时的环境 嗯 比较不好 在第十一高峰 那我有一座在第七高峰 嗯 对 然后那个是 呃 不是我上不去 其实是我跟我们一起爬的别的国家的队伍 呃 他们走不太动 哦 对 那他们走不太动 那因为当时我们算是已经没有商业队 就变成我们自己开路 然后自己背绳子 这是叫阿尔卑斯式的登峰 呃 我们不算是 什么意思啊 对 我们算是因为就是可能稍微在那时候体能比较好 然后比较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必须要团队合作 嗯 对 那可是当时大家都已经很累的时候 是在 呃 这种极限之下 我常常会说就是 他很人性 嗯 很人性 对 就是 谁愿意要付出 哦 因为你可能浪费了体能 你可能就没办法登顶 对 对 那到底谁要走第一个 因为你第一个要开路啊 你第一个要背绳子啊 所以 第一个通常 可能你要登顶的几率是很难的 哦 哦 对 那谁到底要当第一个 对 哈哈哈 这跟后宫针帆转有一点点像 有点像是骑自由车的破风者的那种感觉 对 那 这个这件事情不容易谈 因为 在很极限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最真实 最真诚的表现 对 所以这是我喜欢 就是我很喜欢看到大家就是很真诚 人性在那一刻就张试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蛮有趣的 那时候我就爬 那因为我我们负责开路跟驾身 那后来走了时候 其实就离顶大概剩四百多公尺吧 嗯 听起来很简单啊 但当下应该是 对可能要大概两三个小时 可能要了 我个人觉得啦 可是 呃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们 我跟我的朋友是可以登顶 嗯 一个外国朋友 嗯 可是我看到有人没办法登顶 那 怎么办呢 应该是 不是没办法登顶 应该是说他可以登顶 可是他可能 可能会下不来 哦 对 哦 所以刚刚说要想是来回的路程 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我们就决定责犯 嗯 对 那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决定的 对 因为你还可以啊 或者是 他是别人 他是别人 别人家 就是他是别的国家 你为什么要理他 然后或者是你要 你要再去想 你一次攀登要花四五十万 然后就这样 刚刚淡了亥来的 然后 就没了嘛 这也是一个考量啊 对 所以 呃 对我来说 这个都不是一个 我在意的重点 哦 因为 我在意的是 呃 我的攀登我喜欢是 大家都平安 哦 对 然后 呃 这条路是我们 先开上来的 嗯 他当然他有选择继续往前开 可是如果是我开了 就让他下不来 嗯 嗯 那我 对于我自己的攀登风格 我会过不去 嗯 对 那我决定 反正我撤退 嗯 那他们要上 他们就上 OK 对 那 你就带着他们先撤退 不行的人先撤退 没有 我 我 我就决定跟我的韩国朋友 就是 我们就决定撤退 哦 就给他们看一下 那如果他们要上 就去上 啊 如果没有 就当然我们就一起 互送他们下来 嗯 对 那后来我们就下撤 然后他们当然知道 哦 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要上去的 嗯 所以他们只能决定 折返 哦 对 他们也必须判断 对 对 所以 这是一个人性的教学 考验每一个 跟判断力 呃 对 所以这 这个是很难的 很难 对 我觉得真的就是在 我觉得那个极限啊 已经不只是地形了 有时候极限这件事情 真的是也考验到 考验到人性的极限 真的 在面对极限的时候 怎么去做反应跟处理 其实最真实的 面对自己 在山林之间的时候 嗯 对不对 因为 嗯 嗯 之前我在看 就是说那个历程史多 嗯 我还是问一下他 可以啊没问题 因为他是日本真的是Hero 就是说登山界的Hero 那他 嗯 前几年 就是每一年 大家都跟着他 而且 他是只要登山 他就是发Twitter 他就是发他的那个 限动 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在哪里了 然后就会有一群粉丝 就一直给他鼓励 嗯 那当然后来 嗯 随着 呃 可能有一些状况 他的赞助也很多 因为他每次只要上去 嗯 他这边都都是 哇 蛮慢的 对对对对 就是 那个会 那也算是你的 朋友吗 嗯 对 那面对这些 当然不是只有他 因为你会有很多在 世界的朋友 嗯 那有些 都很顺利的上去了 嗯 有些也很平安的下来了 那有些就留在上面了 那你每次经过 有时候你经过那些躺在上面的人 因为你应该 下山看到很多人 我我没有到 经过看到 那个 那个很久留这样 我还没有 因为我现在爬的都比较难 就是尸体都不会留在圆 哎呦 哎呦 哈哈哈 那我是被那乒乓爆炎 我就是说 说人吗 爬上去就看到有一个穿着冰雪冰雪 但是里面就要有这样的认知 那个能留在那边 因为那是比较缓才有办法留在那边 然后我爬的地方会比较抖 所以一掉就是直接就不见 对 这几样这几样这边要捡预告 哈哈哈 那你的感受 呃你说面对死亡吗 或者是面对你的同伴 对那 其实我每年都会遇到啦 嗯 对那 也有在帐篷里面睡一睡就起不来了 嗯 对然后或者是迷路不见 嗯 或者是你好不愿意跟他碰面了 就是因为我们爬这种八千公尺 就是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这些人 对 对就是想要完成十字座 可能也都是这些人 嗯哼 对所以 收面孔 三不五时就会遇到 收面孔 对 然后就有一个大概 我是一个意大利朋友 嗯 对那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 嗯 然后他说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我就聊了聊了 然后他隔天他就上去 然后他就被风吹下 因为睡觉的时候就被风吹下 被风吹下 对 什么都没事 他是被风吹下来 就他睡在帐篷里 他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风太大 然后整个帐篷被吹下 就像知道为什么我们叫阿果是极限登山架 对 真的是一个极限 然后隔天就 蛤 那就走了 哈哈哈 对 当下的心情我相信是 其实很复杂啦 毕竟你也身在其中 对 对 那 好 那登山当然是有他一定的危险性 可是你会继续爬下去 也是你所热爱山林嘛 嗯 你现在也在学校当老师 对 当老师 那你会对这些 你所教的学生 你会灌输他们什么样的登山 或者是你对山 这个字 你要有什么样的认识 嗯 好 呃 其实我们学校教登山 呃 我们算是都是自己背自己组 甚至所有的计划都要自己规划 嗯 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总招 然后 然后他会去找自己的同学 然后当干部 嗯 然后带学校一起去爬 然后两个半月的训练 然后他们要做体能训练 他们要做医生化 他们要做保险 他们要做 呃装备的认识 然后到整个去统筹 嗯 对 那整个都是他们自己负责 嗯 对 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 希望他们在 往山 林走的时候 他们要知道他们在干嘛 哦 对 那 再小都要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 对 不管是国小一年级的 呃 国小一年级的 或是 呃 我们现在有小学部 也会带他们去爬山 对 对 然后开始在培养这样的意识 嗯 对 你要为自己负责 嗯 对 所以呃 这会关系到未来的 像我们现在在爬 就是你 我们做的这些决定 都是要为自己负责 嗯 对 那所以他们就慢慢的透过好的经验 就是每年每年去爬山 好的经验 他们就会知道 哦 原来这样子做是可以 嗯 相信自己是做得到 嗯 然后他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诶 该怎么准备 对 所以就不会遇到那种 比方穿着运动裤 就说哦 我要去爬山 然后就在山 无人去这样子 然后下雪 然后就在山上就卡不下 因为前阵就是有一个 对 就有那个心 所以就是 其实登山 它是可以教人们为自己负责 嗯 所以 接下来我要带我的小朋友 去爬山 哈哈哈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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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为自己负责 对 那今天真的很可惜 因为每次周翰 要来的时候 他就说怎么办 我经验好多 我都好想讲的 但是时间真的不够 我们有机会 再来邀请李周翰上节目 跟大家分享 他的极限登山经验 今天迷人坐台很开心 邀请到李周翰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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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翰 下次见 嗯 好好好 哈哈哈 你应该讲不完了吧 讲不完哦 哈哈哈 哈哈哈 哦